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陳姑娘在屯門一間安老院做護理員 她表示工作辛苦 尤其要為長者處理排泄物等染護工作 未必人人可以接受 不少新入職的員工往往未能承受而離職 安老院的工作主要由護理員和保健員負責 護理員照顧院友的起居飲食 而保健員就專責物理治療和陪老人家去看醫生 因為人手不足 無論是保健員還是護理員 他們都要為老人家進行餵食的工作 員工就希望院舍可以請多些人減輕他們的工作量 安老服務協會指出實施最低工資 各行各業的工資接近了 更少人選擇做護理員 人手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安老服務業還需要面對 因為實施最低工資令薪金成本上升 也不呼之 目前最少20多間私營安老院放盤 如果不能轉手就會結業 中環炮台里兩棵名列古樹名冊的實業用 受到感染 有倒塌的危險 政府派人將它們移除 工人在升降台上 先用索帶固定樹枝 用腳清理較有的樹枝 之後再用電腳 將較粗的樹枝逐條腳走 再由起重機 調到旁邊政府總部停車場空地 兩棵患病的實業用高大約15至20米 即大約6至8層樓高 直徑大約1米 發展局樹木辦於前年4月 發現其中一棵樹的樹根枯毀 實捐之後都沒有作用 其後還感染了旁邊另一棵實業用 至去年9月 兩棵樹都確認患上核根病 樹木辦指 曾經持續治療兩棵樹 不僅沒有氣息 反而有倒塌的危險 加上核根病 致病性強 為免其他樹木受到感染 唯有將兩棵樹移除 另外 為了加強管理全港樹木 樹木辦早前成立了專家小組 為樹木的致病原因進行全港研究 暑假章節 不少學生開始找暑期工 警方就呼籲學生 找工的時候要小心受騙 警方也已經成立小組 專責調查 暑期工找工陷證 警方早前徵破一宗鵝騙案 騙徒專門向暑期工的年輕人買手 要求他們到財務公司貸款 受騙的年輕人借了8萬元 被財務公司追溯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被人騙 事實上 過去一年 警方接獲56宗 懷疑求職的時候受騙的舉報 而暑假就快到了 為了防止不法分子 趁著學生找暑期工進行詐騙 警方成立了專責小組主動出擊 調查可疑的招聘 警務處處長曾偉紅 又呼籲年輕人要特別小心 高報酬低要求的職位 以免誤諾求職陷阱 WOW TV 雷智日報導 距離下屆特首選舉不足一年 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吳匡民形容 競逐特首已經進入戰國時代 民意調查的結果 亦不代表誰佔有優勢 吳匡民認為 現時社會矛盾占銳 無論誰當選特首 都未必可以為《基本法》23條立法 現在的特首的競逐 可能已經進入戰國階段 所以局面是比較樸縮迷離 我覺得 可能現在說 誰已經可以脫兵而出 我們繼續關注台灣有毒素化劑風波 台灣因為素化劑 引起的食品安全風波繼續擴大 截至當地時間28日 受事件牽連的廠商 將近200間 新北市檢方查出 土城的一間香料發酵公司 亦涉嫌在喜雲劑中 違法添加素化劑 公司的負責人 已經被檢方申請記壓 台灣食品衛生部門要求 5月30日午夜12點之前 所有違規食品必須落架 31日如果再發現有出售 將會被重罰 台灣新北市衛生局 當地時間28日凌晨證實 衛生部門將配合檢方 持續追查買了貨品公司 將違規食品落架、封存、銷毀 事發後 一直還未表態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28日表示 這宗事件嚴重打擊民眾健康 和台灣產品的形象 要動員行政機構全部的力量 只要含有素化劑的都要清查 根據台灣衛生部門 27日公布的數字顯示 目前已經落架的果汁 果醬類食品4萬多公斤 運動飲料、茶飲類98萬多瓶 液性菌類的粉包26萬2千多箱 受事件牽連的廠商接近200間 使用過遭到污染原料的生產商 多達98間 台灣各商店 在移除海宜商品的同時 從27日開始 台北市衛生局1年12日 對民眾開放免費的素化劑檢驗 台灣地區有關方面 昨天5月24日向中國國家質檢總局通報 發現台灣 港育新香料有限公司生產和售賣的食品添加劑、 起雲劑、 含有化學成分素化劑 中國國家質檢總局27日通報 經過查實 上海口岸今年3月曾進口的一批 越市運動飲料中 可能含有被毒性化學物質素化劑污染的起雲劑 目前進口商已採取回收措施 進入上海市場的飲料 已落架等待處理 在素化劑事件中 白蘭氏超能金剛成長鈣片 以及超能兒童綜合維他命 亦因為受到污染在台灣下令被回收 香港衛生署27日宣布 回收在香港市場銷售的白蘭氏超能金剛成長鈣片 對於自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27日亦表示 將會嚴厲打擊在任何食品上 添加非食用物質等違法行為 對故意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質的餐飲單位 將會一律吊銷相關許可證 一律沒收非法所得和相關物品 一律移交司法機關 接著關注南澳一號考古進展 26日晚 由於有可能受到颱風傷達的影響 執行南澳一號水下考古工作的 南天順工作平台被拖到前崗碼頭避風 今天下午 南天順返回沉船為止海域 準備繼續水下考古工作 雖然現在颱風 基本不會對南天順工作平台的安全帶來影響 但是考古隊員介紹 颱風帶來的7級風和10級風的半徑 將會捲起海底的山泥 不可能會影響水下的能見度 為了保證工作的延續性 考古隊希望能盡快修復工作 考古隊長介紹 如果情況允許 他們將會在明天繼續展開水下的考古工作 南澳一號是至今為止被發現 保存最為完好的一艘明代古沉船 繼去年成功打撓之後 今年下水考古工作在4月的下旬展開 目前已出水的瓷器、陶器、金屬等文物 2,700多件 WOW TV 雷戰日報道 美國財政部的報告指出 中國沒有控制人民幣匯率 以獲取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美國財政部發表半年度報告指 中國自去年6月起 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近年累積升值5.1% 中國不符合匯率操縱國的定義 但報告認為中國通脹率高於美國 經過通貨膨脹因素調整之後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應該達到9% 建議人民幣加快升值的步伐 報告同時又鼓勵中國開放市場促進內銷 WOW TV 雷戰日報道 中國台的消息過後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下一次回來繼續有趣聞 以及天氣消息帶給大家 三會再見 尊重科學 以嚴謹的科學態度 挖掘科技前景的最新發展 解釋自然奇觀 保護中國傳統手工藝 習慣著貧臨危機的動植物 有這麼多氷 如果它都會溶掉 全球的海溝度會升至65m 星期一至五深夜1點 以及星期六日深夜3點 與家國華人一起探索自然的澳秘 到處都找不到最新的歐洲名牌時裝 來D3 Fashion時裝專門店 就可以找不到 而且以最合理的價錢 買到多本最新、最齊尺寸的 歐洲名牌時裝 還有時尚潮流色物任工選擇 再加上地點方便 位於城市廣場B23號鋪 中央大唐質 快點來選購你的深水時裝 是我們廣東的四大名山之一 這裡的自然風光清幽壽禮 平時大家開車過來放鬆一下 挺不錯的 原材料就看過了 接下來就要向大家隆重介紹 今天手下的菜式 整個桌子的西潮山美食 放在面前 不要說那麼多 馬上起發了 尊重科學 以嚴謹的科學態度 挖掘科技前景的最新發展 解釋自然奇觀 保護中國傳統手工藝 關注貧臨危機的動植物 反正有很多的雪 如果它們都會滋潰 全球海溝度 會高近65m 星期一至五深夜1點 以及星期六日深夜3點 與家國華人 一起探索自然的澳秘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月圆晚间新闻 接着为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趣闻 当地时间27号 澳洲星尼举行了南半球最盛大的灯光音乐节 活力星尼灯光音乐节 千变万化的影像照耀夜空 现在就带你一起去欣赏一下 平日灯光璀璨的星尼港越夜越神秘 歌剧院心跳加速 水里的水母游相岸 连章鱼都睜大眼周围望 其他海怪也齐集歌剧院 原来他们要为第三届活力星尼灯光音乐节 卖力演出揭开序幕 星尼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事 是南半球最大的国际音乐和灯光艺术创意表演 以三为立体影视效果 为整个海港城市换上新装 市民可以任意将颜料 涨向大厦的外场作大型的桃鸭 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瞬间粉碎灰飞烟灭 不过它很快就合体重建在利的眼前 想在名店的外场写上自己的大名 亦无任欢迎 活力逝离灯光音乐节星期五开幕为期18天 除了每晚6点准时有灯光会演 歌剧院亦会举行几十场的音乐会 会聚世界各地的音乐人表演 今次的活动预计会吸引40万海内外的民众参与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创意产业活动 增强逝离艺术家和国际的合作 WOW TV 雷子日报道 现在一起看看现时室外的天气情况 现时室外气温大约为20度 天阴,吹每小时13公里的西南风 今晚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4度 天阴有雨 接着看看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各位月宴晚间新闻报道完毕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